現在來聊的是什麼 黃傑空降了傳綠基層 巨頭民進黨 藍就有一個隱憂 先看到這邊 黃傑能夠成為民進黨的明日之星 在政壇一帆風順三級跳 你要感謝一個人 是韓國瑜 因為當年呢 陳其邁選市長時 黃傑是不會有現在的成績的 也不能夠監督陳其邁 那自從陳其邁選上高雄市長之後 就發現黃傑完全變了一樣 都聽民進黨的話 都聽陳其邁的話 往下一看這個梗圖 所以請黃傑向韓國瑜道歉 當初黃傑女士罵韓國瑜 落跑 如今議員不當去選立委 入黨三個月直接空降 卻說我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你聽完之後覺得怎麼樣 往旁邊一看 現在這個風暴在於說 這個小三風暴 首度牽手老婆露面 趙天林落淚 虧欠他一輩子 趙天林安撫支持者 他說到黃傑跨區接棒 引發部分基層炸鍋 更揚言政黨票巨頭民進黨 趙天林宴請150多位的里長 與太太公開現身 呼籲支持他參選到底的 相親斷念 自己犧牲務必要有價值 議員簡幻中就提到說 這一次的選戰輸贏就在於北谷山 藍營對於手的藍營對手呢 陳美雅在北谷山的票 就可以讓他直接當選議員了 現在很逆風 很艱難 需要大家一起同心支持黃傑守住這一票 所以可以看到民進黨自家人都在幫自家人趕快喊票了 看到這邊會選黃傑是因為陳其邁想要培養什麼 自己的子弟兵啦 而且年輕女性加高知名度的影響力 可以淡化趙天林的這個緋聞形象 那麼後面呢應該就已經喬好了 國民黨參選人陳美雅不能夠小看黃傑喔 所以從這個趙天林到黃傑空降等等的狀況呢 其實可以感覺到早就佈局了 對此謝寒冰就再次的深入分析 他提到趙天林剛出事沒有多久呢 前市長 而市長呢 陳其邁就馬上跳出來 落眾話 強調要立委布局 要審慎的評估 那其實不難看得出來 陳其邁好像早就想把趙天林給弄掉了喔 而且要把黃傑拉進參選裡面 所以也可以看到說 整個過程呢 可以培養出自己的子弟兵 這樣子的布局 對於他來說可以是一箭雙雕 你看趙天林出事的時候 第一時間陳其邁就說了重話 所以顯然陳其邁早就想要把他弄掉 所以看起來就是這樣子啊 老實說 陳其邁不是一定要發言的人 因為他又不是黨主席 也不是行政院長 他只是高雄市長而已啊 所以照理來說對趙天林的事情 他可以閃一邊去 可是他不閃 他直接表態 所以我覺得從他選擇表態那時候 他已經就在想這個位置的事情 他已經準備就是要把黃傑拉進來 陳其邁本來就要他了 陳其邁早就想這個位置想很久了 然後對陳其邁來講這個是 他第一個培養了他一個敵系的子弟兵 你要知道陳其邁現在敵系子弟兵不多 所以他一直想要培養自己的人 之前被說是架空嘛 是啊 然後再來呢 就是對陳其邁來講說 他把一個 未來可能會跟他爭位子的人幹掉 因為 趙天林本來下次要去高雄市長嘛 你現在這樣一弄之後 我覺得趙天林可能政治生涯搞不好就結束 差不多就這樣 對 搞不好就結束 因為他未來要再起真的不容易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減少一個心腹大患 對他來講 又能夠增加一個他自己的子弟兵 而且還在一個還蠻重要的位置上 何樂而不為 民進黨立委趙天林呢 宣布放棄競選 連任高雄市第六選區的立委 那民進黨將徵召的是高雄市議員 黃捷參選 不過此前啊 已經有市議員郭建盟 郭建盟表態要爭取提名了 對於替代人選的爭議質疑 民進黨主席賴欣德表示 黨內的確有非常好 勇於承擔的人才 但若根據黨內的制度 必然會有遺珠之憾 再次呼籲 一定要團結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希望你可以看出 Food feel feel good 供應否 ion 駆 informal 開啟 若 新地消息 成績 開啟 誠 by bwd6